曹操的英雄叫美,无意中击了大功德。 曹操自从赤壁失败以来,经过几年整顿,重振军威,自封威卫公,公元216年,又进爵为魏王都城在叶城。 在北方他的威望很高,连南匈奴的忽畜拳、陈渝,也特地到叶城来拜贺。 曹操把忽畜拳蝉鱼留在叶城,像贵宾一样招待他,让匈奴的右贤王回去,替蝉鱼建立国家。 南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和好了,曹操就想起了他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,蔡庸有一个女儿还留在南匈奴,想把他接回来。 蔡庸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名士,早年因为得罪了宦馆,被放逐到朔坊,在金内蒙古唐锦旗北去。 董卓掌权的时候,蔡庸已回到洛阳,那时候,董卓正想笼络人心,他听到蔡庸名气大,就把他请来,封他做官,对他十分敬重。 三天里连升三级,蔡庸觉得在董卓手下,比在汉陵帝时候强多了。 到了董卓被杀,蔡庸想起董卓带他不错,叹了口气,这一来惹恼了司徒王允,认为他是董卓一党的人,把他抓了起来。 尽管朝廷里有许多大臣都替他说情,王允还是不同意,结果死在监狱里。 蔡庸的女儿名叫蔡也,又叫蔡文基,跟他父亲一样,是个伯爵多才的人。 他父亲死后,关中地区又发生了却,郭寺的混战,长安一带百姓到处逃难,蔡文基也跟着难民到处流亡。 那时候,匈奴兵趁火打劫,捕掠百姓,有一天,蔡文基碰上匈奴兵,被他们抢走,匈奴兵见他年轻美貌。 就把他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,打这以后,他就成了左贤王的夫人。 左贤王很爱他,他在南匈奴一住就是十二年,虽然过惯了匈奴的生活,还是十分想念故国。 这一回,曹操想起了蔡文基,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到南匈奴,把他接回来。 左贤王当然舍不得把蔡文基放走,但是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,只好让蔡文基回去。 蔡文基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国,当然十分愿意,但是要他离开在匈奴生下的子女,又觉得悲伤。 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,他写下了招明诗歌胡家十八拍。 蔡文基到了夜城,曹操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,又把他再嫁给一个屯田诸位,观明董寺。 哪知道时隔不久,董寺犯了法,被曹操的手下人抓了去,判了死罪,眼看快要执行了。 蔡文基急得不得了,连忙跑到魏王府里去求情,正好曹操在举行宴会。 朝廷里的一些宫庆大臣,名流学士,都聚集在魏王府里,是从把蔡文基求见的情况报告曹操。 曹操知道在座的大臣名士中,不少人都跟蔡庸相识,就对大家说,蔡庸的女儿在外流落了多年,这次回来了,今天让她来跟大家见见面,怎么样? 大伙当然都表示愿意相见,曹操就命令侍从,把蔡文基带进来,蔡文基劈散头发,吃着双脚,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,替她丈夫请罪,她的嗓音清脆,话又说得十分伤心。 座上有好些人原来是蔡庸的朋友,看到蔡文基的伤心劲儿,不禁想起蔡庸,感动得连鼻子也酸了。 曹操听完了她的申诉,说,你说的情形的确值得同情,但是判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,有什么办法呢? 蔡文基苦苦央告说,大王马房里的马成千上万,手下的武士多得将树林,只要您派出一个武士,一匹坏马,把文书追回,董寺就有救了。 曹操就亲自批了赦免令,派了一名骑兵追上去,宣布免了董寺的死罪。 那时候,正是属九寒天,曹操见她穿的单补,就送给她一顶头巾和一双鞋帮,叫她穿戴起来。 曹操问她,听说夫人家有不少书籍文稿,现在还保存着吗? 蔡文基感慨地说,我父亲生前给我四千多卷书,但是经过大乱,暂时的一卷都没留下来,不过我还能背出四百多篇。 曹操听她还能背出那么多,就说,我想派十个人到夫人家,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记下,你看怎样。 蔡文基说,用不着,只要大王赏我一些纸笔,我回家就把它写下来,蔡文基。 后来,蔡文基果然把她记住的几百篇文章都没写下来,送给曹操,曹操看了,十分满意。 曹操把蔡文基接回来,在未保存中华传统文化方面,做了一件好事,历史上把文基归汉传为美坛。